在苏花公路改善工程的环评出审通过之后 环保团体提出了很多的质疑 也有学者对地质的安全性感到忧虑 那交通部今天说明 按照一般工程的惯例 比较完整的地质资料 会在细部涉及的过程当中陆续取得 但是部长毛治国也承认 部分路段施工的难度的确是非常高 能不能按照规划在民国106年完工 目前无法保证 美极台风让苏花公路摊放严重 夺走25条人命 再再显示出这里的地址破碎不稳定 也因此交通部才决定要开凿八座隧道 取代危险路段 但环保团体质疑 光是从苏澳到东澳就有11处断层 地址如此敏感 交通部却没有掌握全面的资料 交通部长毛治国强调 这些等到细部设计才会继续钻探来取得 是一般工程的惯例 在目前这个阶段 我整个计划还没有核定的时候 我就是五公尺打一个孔过去 大概天下的工程师不会这样做了 交通部承认不清楚苏花改所有的地址条件 不过强调 从新建北回铁路到设计苏花高 已经钻探有275孔的资料 可以直接采用 比起雪碎的开花详细太多了 但毛治国也没把话收满 他指出苏澳到东澳这一段将会很难做 台大地址系教授陈宏宇表示 包括这一段在内有很多地点的地址资料 根本一片空白 虽然工程技术也许可以克服 但令人担心的是 缺乏详细的资料就会增加施工风险 甚至人员伤亡 虽然交通部审慎乐观 认为地址甚至涌水的问题都能被克服 但这些保证都得等到实际开挖之后 才能一目了然 也因为存在难以预测的变数 苏华改是不是能如期在民国一百零六年完工 部长毛治国只说会尽力不保证 记者 邻居们 谢麒文台北报道